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海滩向居民重新开放 警方在检查社交隔离的过程中 意外抓获一名被通缉的凶杀案嫌疑人 据美联社4月20号报道 警方随后对其例行检查 经发现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州阿诺德犯有杀人罪的再逃犯 名叫马里奥马修加蒂 当地警方在社交媒体推特账户上发布了一张逮捕行动的照片 其显示 加蒂穿着一条有美国国旗图案的冲浪短裤 被抓时没有发生任何拒捕行为 加蒂被控凶杀 盗窃和非法拥有枪支罪名 以及背负多项危害他人和恐怖主义威胁的指控 今年1月 宾夕法尼亚州阿诺德一所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 那里距离杰克逊维尔海滩800多英里 33岁的受害人迈克尔·库弗被枪杀后 警方发出了对加蒂的逮捕令